我相信很多人小的时候 对于这个天文 都抱着一种非常好奇 而且想要知道的心态 哇 太阳系有几大行星 对不对 金星 水星啊 什么火星 木星啊什么一堆 小的时候也搞不懂 只知道老师说 这些行星会跟着怎么样 一个最大的恒星 叫做太阳 就是怎么样 绕着转 自己呢 也会转 自己转叫做自转 对不对 绕着太阳叫公转 地球绕太阳一圈 365天 对吧 那么地球就一直怎么样 绕着太阳转 到目前为止都是如此 有没有可能说 明年开始 拍赛 地球不绕着太阳转 准备要脱离太阳的轨道 我想不会吧 那什么原因呢 小朋友也知道啊 引力啊 太阳因为它很大 它具有怎么样 引力 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 被它的引力所牵制 所影响 那么 如果地球离开了这个轨道 我想地球就灭亡了嘛 好 各位可以想想看 哇 没有太阳的日子 是不是这样 好 那老船长你讲这个干嘛 我要讲的是 宇宙万物 它常常是相生相习 或者是怎么样 相克 相排斥 股票市场 也是一样 举例 欧洲美国股市 拼命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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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涨 大涨 然后你告诉我说 台北股市 不会涨 而且会拼命跌 拼命跌 拼命跌 有没有可能 impossible 不可能 但是有没有可能 在欧美创高大涨的时候 我们台股怎么样 稍微逆势一下 这个是有可能的 就像有些星球 它距离恒星 有的时候比较远 有的时候又比较近 那个轨道成怎么样 椭圆形 也就是说距离恒星 比较近的时候 恒星对它影响力比较大 对吧 就像月球 各位就懂了 月球离我们最近的时候 它对地球的潮系影响 就怎么样 就比较大 那就是涨潮 还是退潮 我考考你 什么 不知道 回去问你的小孩子 月球它本身 也会影响到地球的潮系 如果没有这样的刚刚好 月球影响的刚刚好的话 那河水可能搞不好都会泛滥 所以说 影响是有的 但是它不可能很突出 它只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影响 就像以前人家讲过 说一个主人牵着一条狗 然后有个狗链 这狗它有的时候会怎么样 接近主人 有的时候会怎么样 到处乱跑 可是不管怎么跑 它都没有办法逃脱怎么样 那一条狗链 我想台北股市 现在的情况 就是如此 欧美股市 大涨创新高 为了三个名台北股市 转肩下 所以应该是怎么样 短期的现象 各位了解意思吗 如果欧美股市 不要说再继续涨 保持高档 整理就够了 我相信台北股市 会怎么样 慢慢靠向欧美股市 那那老船长 为什么现在 现在的情况 就是我刚刚讲的 小行星 也有离恒星 比较远的时候 比较 不会那么受到控制 或者是怎么样 这狗狗啊 你拿着绳子牵它 它跑得稍微远一点 你拉它一下 它又回来了 我希望大家 要有这样的一个 怎么样 观念 那老船长 你讲的很有道理啊 那到底是什么 影响我们呢 台北股市 是受了什么样的影响 跟欧美股市脱钩 你问得很好 狗狗来讲 因为它会活蹦乱跳嘛 对不对 它会跑来跑去 受到狗狗的个性影响 或是狗 它看到有人经过 或是什么 它喜欢去闻一闻 它不会那么乖的 行星也是一样 对不对 它受到这个 这个引力的 大小的影响 牵制 它有远跟近的差别 那么台北股市 所受到的原因是什么 很简单 就是选举 因为选举 它是一个怎么样 不确定的因素 除非说选举的结果 哎呀 对不对 用脚趾头想都知道 99.99999%一定是谁当选 那我告诉各位 这个选举的影响 对股市就微乎其微 那么台北股市可能就会怎么样 随着欧美股市的不断创新高 而怎么样 狂飙大涨 可是有没有 没有 为了什么 很简单嘛 我刚刚讲过了嘛 那这一次的选举 就是因为很多地方 都到后来呈现了怎么样 五五波 所有的专家都不敢怎么样 下定论 要真的要等到开票那一天 那一个晚上才知道 谁会当选 那我请问各位观众 这种不确定因素这么高 会不会使得台北股市 第一个成交量一直出不来 会 第二个 会不会有很多投资人 他怎么样 他不但不敢进场 他还卖股票 我先卖好了 因为很多的人 记忆里面 有那种很深的319枪击事件的那种恐惧 因为319事件阿扁中枪 选前看好谁会当选 结果中压 阿扁这两颗子弹 造成台北股市崩盘 两天 起子跌停板 很多人瞬间破产 有那样的阴影存在 那就表示说 其实当时的那个选举 真的是非常的怎么样激烈 那当然这一次 虽然不是总统大选的格局 但是激烈程度也蛮高的 吊诡程度 也不小 所以变成有些投资人 他一招被蛇咬 他会怕 他不但不买 他不进场 他还把手上的持股怎么样 卖掉 那你这一卖 本来整个环境就没有量 那你一卖 就会引来更多的卖压 所以请你注意 最近有很多的股票 不分青红照白 管他妈妈嫁给谁 什么基本面技术面 通通不重要 老子先卖再说 先落贷为安 钱握在手中 停损比较少都没关系 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反正找尽了各种理由 甚至还希望选后大跌 有一个股票 这样他可以买怎么样 很低档 有没有这样的投资人 很多啊 但是老船长 你刚刚讲过啊 这个选举是有影响啊 所以台股跟欧美脱钩啊 但是终究会回到怎么样 正轨嘛 没有错 当然前提是 除非欧美股市 刚好我们选完就开始大崩 那台北股市也不用补涨 了解吗 很多事情很复杂 你稍微用一下你的大脑 动一下 你不要 我教你是这样看 结果呢 有突发事件出来 你不会反应 这样不对 那么如果说 欧美股市在台股选后 没事 继续涨 或者是怎么样 横向整理 那么台北股市选后 会影响一两天哦 比如说 有人说台北市输 台中市也输 执政党了 那么选后可能股市会大跌 那我跟大家报告 大跌有可能 但是怎么样 反应个怎么样 短暂的时间 就OK了 因为不是总统选举 明白意思吗 好 那如果不小心台北市 跟台中市都赢呢 我现在不要讲一个赢一个输 那个影响不大 要你就讲两个全上 要你就讲两个全下 那个选举的结果 对于股市的影响会比较大 听得懂吗 我刚刚讲过了 如果两个都输的话 那很可能怎么样 会跌 台北股市 明白意思吗 但是跌你要知道买点 你不要杀在最低点 因为那边有两个老大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欧洲 他们没有跌 我讲地心引力 我讲牵狗狗的事情 就是叫你记住一辈子 这是地球村 台北股市不可能怎么样 跟世界最先进 最大的股市 背道而驰 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如果台北市 跟台中市 执政党都赢的话呢 那选后会涨 会涨的话 那股票要不要追 你就要看欧美股市 有没有回吗 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待会下半段 会针对你们手上的股票 给各位做建议 这样子选后 你们才不会失去方向 导播 进广告 嗨 大家好 邀请大家一起来响应 全民节电行动 现在就要来分享一些 节省家里开销的好撇步 这期清洗冷气滤网 很有效 还要记得天天节电过三关 关闭不用的电灯 关闭不用的电脑 关闭不用的电器 积少成多 节能省电的效果 就会反映在我们的电费账单上了 还有更多节电省钱的庙方 欢迎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哦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鸭子不呱呱 没有错 就是这道光 让老船长带你乘风过浪 一路过五关斩六将 打遍天下无敌手 你还在等什么 02-2389-8689 02-2389-8689 古海茫茫千变万化 多空趋势如何掌握 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起发头部 卓越理财团队 整合优势资源 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 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选择 永远只有一个 起发头部 02-2389-8689 2389-8689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去记听 请用记听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够好 爸爸 老牌清理窗 真理复了是倒快 十米性能超越国家标准 3.5倍 有了额排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在家里打鼓 也是呆用 平常心 就是我在于台北 这个九合一选举 我们中华民国九合一选举前的 这样的一个测标 平常心 选举一定对股市有冲击 有影响 但是绝对是短暂 中期目标还是要以欧美股市 为依规 你记得很清楚了吧 好 那现在呢 下半段节目我就要跟大家分析哦 选举结果还没出来 但是有很多的股票已经怎么样 人仰马翻 什么意思 就跌得稀里哗啦了 你怎么看都觉得很奇怪 这明明就是多头市场 九千多点不叫多头市场吗 叫啊 但那个骨子里面 我说过是空头啊 那老船长 怎么办 既然主架构是多头 那个骨子里面是空头的股票 等它跌完之后 它会涨 如果是空头市场的架构 然后呢 骨子里面是空头的股票 那一定死翘翘 不难哦 你再听一次 台北股市因为长期没有量 所以我说它是多头架构下 里面很多股票是空头走势 我不要一一举例啦 各位自己按电脑都知道 哇嘻嘻哗啦一堆股票嘛 所以我讲的是不是事实 是 只有我的说法 可以怎么样 真正的表达出 现在各位处在的股市的一个怎么样 真实的背景 你的脑神经才不会错乱 不然你每天觉得很奇怪 这是多头九千点 为什么很多股票已经跌到怎么样 他爸妈都不认识他啦 好像公司要倒掉啦 对耶老船长 别的分析师都没有分析 因为他们忙着招收会员嘛 我知道 现在很多观众 你们手上的股票 大部分都是属于 刚才我讲的这种类型的 真的 那你们刚才有没有听到我讲一句话 既然是大多头架构 里面的空头走势股票 所以将来怎么样 它会涨 因为主体还是多头 所以第一件事情 你不要受到选举的影响 焦虑 不确定因素 认为怎么样 先把股票卖掉 有319枪极事件的阴影 先卖再说 那你刚刚好 就是那个多头架构下 空头走势的怎么样 个股 最低一点就是你杀的 因为回归正轨 一切归于瓶颈 选举也选完了 台北股市怎么样 不确定因素 拿掉了 还是记不记得 要跟着欧美股市 那那些跌得半死的 连公司的老板可能都 这是我公司的股票 怎么这么便宜 开始怎么样 大量买进 那你不是卖在最低点吗 人有的时候很奇怪 你杀在最低点 然后你怎么样 开始涨的时候 要你反手又追比你杀的那个点还要高 你追不下去的 真的耶老船长 比如卖20块 确定要大涨了 涨到23块 我20块卖的 你叫我追23我不追 结果23 24一路上去 最后受不了 怎么样 跳进去又是波段的高点 这个叫轮回 各位一直在这个轮回里面打转 要逃离 要避开 几乎不可能 明白吗 但是你只要有一次跳脱出来 我告诉你 你的人生不一样 你从此你的名字不叫散户 因为你已经学会了股票市场是怎么一回事 最后你会相信说老船长讲的对你最有帮助 平常心 你只有用平常心去看待 现在你的处境跟状况 你才不会把股票怎么样 杀在最低点 我跟你讲 把股票杀在最低点 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 但是你又跳脱不开来 没有人帮你 也没有人建议你 更不会有人提醒你 大家忙着招收会员 每天拿掌停板出来讲 对不对 我虽然知道未来台北股市的方向 以及这些跌得很深很深的股票 将来会怎么样 以我做分析师 这么多年了 我也知道要在这个地方呼吁 但是我心里面知道有限 听得懂听得进去 会照着做的散户几乎很少 我不敢讲完全没有 很少 所以历史上的低点 都是散户怎么样 卖出来的 相对的 历史上的高点 往往也是散户怎么样 买出来的 追出来的 你看一杀一追 都是散户 原因其实就是那个贪婪跟恐惧 我们人为什么会贪婪 心嘛 我们人为什么会恐惧 心嘛 所以你要改变你是散户的宿命 你要从心做起 我已经告诉你整个大环境 国际的趋势 因为现在是地球村 你不要跟我讲台股如何 很多分析师 因为看到台北股市走势跟欧美不一样 就开始怀疑了 这个地方应该是怎么样 我们走自己的路 走个大头路 自己的路 台湾就这么丁点小 你是不可能的 怎么样 就像地球不可能怎么样 脱离太阳的轨道 明白意思吗 这一辈子你就记住我讲的 那既然这个大的架构 是多头 我们很期待 这个内部的结构 细部来看的个股 我们希望怎么样 早日翻多嘛 那成交量你要出来嘛 你不能一千好几百档股票 每天成交只有几百亿 那那些股票当然怎么样 跌跌不休嘛 恶性循环 可是一旦当量出来的时候 怎么样 翻多的时候 那个时候 涨上去的速度会非常快 散户又陷于怎么样 天人交战 哎呀怎么办 我要不要追 我是卖最低点的 它现在真的涨上来 哎呀我不应该卖的 你的一生都在后悔中度过 所以在选前 我要跟大家说 你们也都看到了 根本没有什么选举行情 前一阵子很多人喊的 哇 多大声啊 选前会大涨 要把握住机会啊 结果谁说的对 我说的对啊 观望啊 不确定因素啊 怎么可能会有大行情 有 也只有选后 选后还要看是 什么县市 谁都上或谁都下 反应又怎么样 我刚刚都已经分析得很清楚 但是我教各位一个傻瓜操作法 就是三个字 平常心嘛 你就当作没有这一场选举嘛 因为11月29号过后 你还是在台北股市 对不对 你会不会离开 老船长 我们拼死要做一辈子 那就好啊 你就有点耐心嘛 把时间拉长 眼光放远 你手上的股票 它不是不会涨 只是怎么样 现在在清洗最后的幅额 而我知道这一阵子以来 很多人在看我的节目 我百般的建议 他们不要看电视买股票 但是很多的观众怎么样 也不是我能够怎么样 约束得了吗 他们还是买的 所以我心里很清楚 你现在正在看我的节目 你手上可能会有什么 可能会有3325的续品 或者是怎么样 5487的通态 这两档股票 老船长你怎么知道 我都有买啊 对了 那我今天这一集节目 我讲到这个地方 你听懂了吗 如果你真的听懂 我好人做到底 好不好 你有续品 或者是你有通态 其他的我顾不了那么多啦 因为我的节目不像别的老师 讲了180档股票 没有 我的节目就只有讲一两档股票 所以我大胆的假设 很多观众没有听我的建议 自己跑去乱买乱做 所以 现在你有续品跟通态的朋友 等一下 广告中的电话 真的拜托你一定要拨通 拨通 留下你的大名 跟你的电话 只要你有续品跟通态 其他的我帮不了忙 我希望你一定要把握住这一集 节目结束十分钟内 请你打电话进来 再说一次 您的大名 跟我们可以联络到你的电话 我希望你不要放弃了 这样的一个大好机会 有续品跟通态的朋友 拿出勇气 你也不要害羞 你更不需要害怕 电话在旁边 如果你没有打 真的将来你千千万万 不要后悔 你今天错过了这一次的好机会 5 4 3 2 1 开始 拨打 登记 投资人 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只有晶片护照 享有140国籍地区 免签证或落地签证的好看哦 晶片护照有多重防伪设计 安全又便捷 第一次申办护照 一定要本人亲自申请 还可以网络预约宣办哦 如果护照遗失了 快到附近警察分局报案 出国前 记得检查护照效期 要超过六个月哦 晶片护照 安全又便捷 外交部祝您旅途愉快 详细内容请上网搜寻 不是青蛙不下蛋 不是鸭子不呱呱 没有错 就是这道光 让老船长带你乘风过浪 一路过五关 斩六将 打遍天下无敌手 你还在等什么 02 2389 8689 02 2389 8689 您是要消极地等待机会 还是要积极地创造获利 使他费物 当您启动至甚的关键 发现财富的钥匙 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 咨询再见 02 2389 8689 02 2389 8689 古海茫茫 千变万化 多空趋势如何掌握 其实 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启发头顾 卓越理财团队 整合优势资源 以领先实力 和一流绩效 成就您的财富 和美好人生 最好的选择 永远只有一个 启发头顾 02 2389 8689 2389 8689 头痛 请用五分珠 去记听 请用记听五分珠 五分珠 快点 够好 爸爸 儿牌七密疮 专利复合是倒快 学密性能超越国家标准3.5倍 有了儿牌七密疮 有了 你还不太好 你还不太好 你还不太好